近几年以来,泰国对三军武器均进行了大规模的更新换弹 皇家空军曾在2019年公布将进行新型战斗机购买招标工作 用来取代已服役了30年的F-16战机 据了解,此次采购订单包括了运输机、直升机、教练机以及战斗机等各类型空军作战机型 是一笔巨额大订单 此次招标吸引了众多外国军火商的关注 瑞典的GAS-39英师战斗机和美国F-16V已被纳入招标范围 同时,印度竞标方也认为他们的光辉战机也应该拥有一席之地 在竞标开始之前,就已经前往泰国开始进行推销 印方声称,光辉战机与泰国现役的美制F-16、F-15定位相同 各项性能也都差不多 完全可以满足泰国飞行员的驾驶习惯以及空军作战需求 且光辉战斗机的优势也便于融入泰国空军现有的战术体系 印方认为,凭借这些优势完全能够将其他竞争者提出局 为了提高竞争力,海许诺在购买光辉战机的基础上 为泰国海军提供光辉舰载机版本 以及相关配套的维护服务 从这一推销举动我们不难看出来 他们有着组合包销售的意思 印度向泰国推销光辉战机并不是给自己加息 而是因为泰国的确有一艘航母 但由于这艘航母运营成本高并且缺乏舰载机 所以被泰国海军长期搁置 乍一看,印方给出的条件非常优惠 但印方给出的报价却非常高 有消息称,印方给出的报价达到了单机8500万美元 超过了美国F35舰载机的报价 仅售价这一点,泰国就已否定了采购光辉战机的可能 哪怕是不考虑售价,光辉战机也很难在竞标中获胜 主要原因是因为光辉战机的安全性能 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它的制造公司 印度斯坦航空公司 这家公司也算是赫赫有名了 成立于1940年底 是印度国防部下辖的国防生产部直属的国营企业 也是印度唯一的航空制造公司 而光辉战机安全性能遭到质疑 也正是因为该公司为制造商 在近40年的时间里 由该公司保养和生产的米格21坠毁了约494架 而印度总共也就装备了900架左右 因此该公司被外界称为飞行员杀手 在2015年就曾有一位印度飞行员将印度空军告上法院 表示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 但印度空军的米格21侵犯了飞行员的基本生命权 可见坠机事故给飞行员带来了很大的心理伤害 因此光辉战机的安全性能遭到了很大的怀疑 1983年印度政府提出了LCA项目 此项目的主要目的是推动本土的航空技术 以及军工体系的发展 宣布研发一种轻型战斗机 1988年完成任务规划 1990年完成初始的设计 2001年首架光辉验证机升空 直至2013年才完成交付开始服役 可谓是30年磨一剑 LCA光辉战机是印度斯坦航空公司 为了满足印度空军需要所研制的 是单做单发轻型全天候超音速战斗机 主要任务是争夺制空权与近距离支援 它是印度自行研制的第一种高性能战斗机 印度空军提出 其作战性能必须优于美国的F20 用来作为米格21和AG的后继型 并且必须要百分百国产 既然要国产 那么首先就是战斗机的发动机了 但它们连汽车发动机都造不出来 制造飞机发动机更是举步维艰 由于没有发动机方面的制造经验 印度买了美国通用的F404发动机 投资十几亿美元 开始照猫画虎 经过1989年到2002年 这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和探索钻研 选择了美国通用更先进的F414发动机 航电系统方面 有40%的零部件需要依靠进口 包括雷达 弹射座椅等主要部件 这也是光辉战机的价格高昂的原因之一 光辉战机的价格比苏30MKI重型战斗机还要贵 性能方面 光辉的机身长度为13.2米 翼展为8.2米 高4.4米 正常无外挂起飞重量8500公斤 空重约5500公斤 最大飞行速度为1.8马赫 约等于2205公里每小时 实用声线15240米 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 光辉战机是一种自重很小的轻型超音速战斗机 也正因如此 在使用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比如有效载荷不大 航程不足等 虽然印方至今仍未公开该机的航程数据 但从以上各项数据中可以断定 它的作战半径也一定不会太大 作为30年前便开始设计的战机 它的各项数据指标和世界先进战机相比是相对落后的 光辉的外形设计参考了幻影2000战斗机 采用无水平尾翼的大三角设计 这一点增强了短距起降以及近距离缠斗的能力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高速性能 但印方认为 现代空战强调的是高机动性 以及视野距离以外的打击能力 没有必要追求速度上的极致 尽管舰载型光辉战机早在2012年就以首飞成功 但是它的研制进度严重拖沓 始终无法达到服役状态 从光辉战机的研制到服役 总共用了35年之久 这么长的时间其实不只是空军武器方面研制 同样也是印度国产的阿雄坦克 也用了将近40年之久才完成 而本国陆军却死活不要 光辉战机也是如此 遭到本国空军的无情拒绝 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也只是装备了一小部分 海军的维克兰特航母也是折腾了30多年 甚至只是初步建造了头部 尾部以及上层建筑都还没有 印度斯坦航空公司曾在官网骄傲宣布 光辉战机的国产化率已经达标 完成了机体复合材料 座舱盖 电子干扰装置的自产 国产率达到了85%以上 根据斯坦航空公司公开的数据图来看 目前光辉战机仅需要从5个国家进口零件 会争取在10年之内实现百分百国产 面对各项性能指标落后的初代光辉战机 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已经开始研发 全方位升级型号光辉MK2 这款战机不仅性能改观 还有望作为中型战斗机使用 该战机在气动外形设计上 采用了压势五尾三角翼布局 有着结构重量轻的优势 能够为战斗机提供更优秀的生力 从而赋予其强大的机动性 该战机还会装备有缘相控阵雷达 不过具体型号还未知 新款的光辉MK2加力推力可达98千牛 拥有一门23毫米航空机炮 以及11个武器挂点 最大外挂能力6.54吨 可以携带阿斯特拉系列空空导弹 也可以挂载布拉莫斯巡航导弹 用于对地攻击或者反舰作战 虽然印度目前迫不及待 想要升级光辉战机 但并不具备自行升级光辉战机的能力 只有依靠其他的国家的帮助 印度高调宣布光辉战机的国产化率达标 很明显是为了给马来西亚一个好的印象 以便于在马来西亚轻型战机招标中带来优势 有消息称 该款战机要在2025年才能正式亮相 而量产时间更是遥遥无期 前景不容乐观 现如今 印度周边国家有的四代机已经开始服役 周边局势剑拔弩张 而光辉战机恐怕难逃服役及落伍的命运 在印度2021航展上 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董事长宣布 光辉战斗机已经获得了首笔订单 另外还有几个国家对这款战斗机很感兴趣 正在洽谈考察事宜 这是光辉战机于2001年首飞以来 第一次宣布获得订单 这一消息也令印度居民们群情激昂 他们认为这是印度航空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 印度已经是少数能够出口战斗机的国家之一了 关于LCA光辉战斗机的介绍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有想法的小伙伴们来评论区讨论留言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